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4月18日 我们来看有哪 深圳科技五报 本影片由杰生通信赞助播出 随着国内确诊病例一直攀升 指挥中心有定出一个 COVID-19确诊个案 居家照护的管理指引 只要小于65岁 无怀孕或洗肾的轻症个案 会在家照护 那除了紧急 你可以打1922以外 有一个APP叫健康义 APP 它是与台湾的急诊 医学会合作 那做什么呢 他们是由 急诊的专科医生 跟专科的护理师 提供全天的24小时的 紧急的医疗咨询服务 那这个APP包含了 第一个就是 它有24小时的紧急的 医师的视讯咨询 就是说你只要临时 身体不适合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APP 在做线上的咨询 你就不用再忍耐 延误病情 也不用担心 因为要请假干嘛 然后你可以直接 依照当下的医生的建议 是否要不要去医院 做进一步的诊疗 也可以省去时间跟费用 那另外呢 它这个APP还有 就是说有个叫专科 医生的预约咨询 那也有海外的医疗救援 然后专属的健康的专员 照护培诊 还有药物的咨询 那如果你利用这APP 你在视讯看诊以后 可以选择呢 由哪一个药局 来做那个调药剂 那如果你没有亲友去带领药物的话呢 药室也会亲自送药 药品 然后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用电话或视讯 然后教导 那个我们一般消费者 怎么样用药 所以这个APP iOS Enjoy也都有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COVID-19的确诊的病例 然后你要在 你也是符合居家 轻症居家照护个案的话 你可以免费下载使用这个APP 我看第二招 苹果一直以来都用LINE的接口 那其实今年一直传出说 iPhone 14会用USB Type-C 那到底呢会不会有呢 其实最近的外媒有报导说 有可能是不会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果本呢其实很希望用USB Type-C的原因 就是因为LINE的传输的速度比较慢 仅能提供USB2.0的速度 那相较USB3.0呢又慢了10倍 那外媒就指出说苹果 他确定不会采用USB-C在iPhone 14上 那会沿用原本的LINE 主要是因为LINE它有授权金嘛 那另外呢每年的LINE 它可以获得一些庞大的一些授权金的收益 所以他不想放弃 那第二呢为了呢提高呢 那个大家诟病的传输速度 所以呢其实苹果工程师也将提高LINE的速度 也就是说呢预计呢接下来iPhone 14呢 搭载的LINE它速度有可能可以跟 传输速度可以跟USB 3.0来相当 那不过只有在Pro系列机种呢才会有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水 他觉得LINE的防水是比USB-C还来得更好 那也基于这几个因素呢 苹果有可能还是继续会使用LINE 再来呢就是Apple Watch S8到底有它会有哪一些新功能出现 那彭博社记者呢他在他新一期的新闻通讯中有做一个分享 也就是说呢他说搭载的WatchOS 9的Apple Watch S8呢 他部分功能仅限于Apple Watch S8 包含第一个呢那个新防战动的那个复合量侦测 或者在特定时间内呢监测用户的新防战动的频率 那第二个呢是在新的低功耗模式的功能与APP呢 扩展到以往设定中的电池可以切换到省电模式功能 那第三呢在没有通讯的时候呢可以采用卫星连接发送抖文字求救讯息跟SOS的警报 那再来呢第四个就是新的睡眠的追踪的功能 那第五个呢是健康App呢会有新的女性健康与药物追踪的功能 那第六个呢新的体能训练项目会再增加了 那第七个新的表面 那随着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台湾时间呢6月7号凌晨呢 WFDC 2022时间越来越接近了 很多的细节一直在浮处中 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持续期待 今天晚上呢有影片 今天晚上影片呢是100寸的智慧的电视哦 今天晚上 那到底呢他这100寸智慧电视呢 还可以到处拿着到处走 连那个上面也都可以打 我们来看什么产品晚上见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